心经上说 五色身相畏错法 念佛时 不去想念 不去想念的对不对 法音正不正确 可以吗 如果念错音 是否相应 在理上讲得通 在四上有问题 理上怎么能讲 说讲得通呢 如果你是真诚心 心 什么叫真诚心呢 一个妄念没有 这叫真诚 你还是有妄念的 你有妄念 你的心不诚 那不诚呢 这些仪轨就要遵守 这是恭敬 如果真的没有妄念呢 可以不必要仪轨 你自己喜欢用什么方式 都行 效果都不可思议 佛门里面有一个公案 佛家讲公案 我们一般人讲故事 很多同学都很熟悉 以前有个老修学 念六字大名咒 他念得很熟 但他念错了 他念 他诚心念呢 他用豆子计数 到最后的时候 那个肚子 豆子不要自己去捏了 自己会跳过来 他念的时候 念一声自己会跳 感应不可思议 以后人家就这样 哎呀 老修学生你念错了 那是念哄啊 不是念牛啊 他就改 改哄 豆子不跳了 所以 在这乡的时候 臣在领 最最重要是真臣 臣在领啊 我们没有达到那个真臣的时候 要守规矩 那就记得要守规矩 守规矩是表示我们的公敬心 这样这样就对了 那么念这个念佛送金呢 什么都不要想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我在讲习里讲过很多次啊 送金念佛了 是修行 修什么呢 戒定会三学 一次完成 这个方法妙诀了 那就是我们念佛 或者是这个诵经啊 只是从头到尾 一个字一个字念清楚 没有念错 没有念漏掉 没有念颠倒 啊 什么意思 不要去想 老老实实去念 念久了 心就清净了 忘念不生 啊 所以 他是修定的一种方法 八万四千法门 就是八万四千种 不同的方法 修成定 啊 有定 里面就有戒 啊 你就不会犯错误 不会有忘念 这个叫什么 定供戒 啊 所以定里面有戒 戒里头没有定 定里头有戒 啊 所以 应戒得定 戒是方法 你遵守这个方法 啊 所以读经的时候 不要起妄想 听经的时候 也不要有妄想 听懂就懂 不懂就算了 啊 千万不要去想 一想就错了 啊 啊 啊 你看看 马明菩萨在七心论里面 教我们教得很好啊 啊 啊 怎样去读经 怎样去听讲 啊 读经的时候 读经的时候 也不要在意 啊 立心原相 心原相是什么 是想了解它的意思 啊 都不需可用 你这样听经啊 心是定的 啊 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自己心里头 一个妄念都没有 这样听经会开悟啊 这个就是 戒定会三学 一次完成啊 这叫会啊 不会的人是什么呢 着重他的言语 啊 着重他的 他讲的意思 听还要去记 你说糟不糟糕 那你所记的 你所听的 全不是佛的意思 佛没有意思 啊 佛的意思 要到你清净心 听了之后啊 一念不生 佛的意思 你就会明白了 这叫会听啊 这个叫会学 清净心得到了 这菩提心全具足了 真诚在里头 平等在里头 正确在里头 慈悲在里头 全都现象 这是五个 一个得到了 五个都得到了 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我也曾经跟主委说过 我们刚刚开始学讲经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经文 困难的地方 不能理解 讲不下去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他参考书的时候 都要放下 拜佛 拜上三百拜呢 忽然就 灵感来了 就通了 什么都不要想 他一心去拜佛 求感应 他真的就会通 这就是感通 至称感通 嗯 这样 嗯 其实 出品